主料,山楂80克,蓄梨一个,干银耳半块,冰糖100克,辅量,柠檬汁,水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材料,雪梨,银耳柠檬,山楂,冰糖银耳事先泡好,山楂忘记拍照了,事先处理过的山楂,蓄梨去皮切小块,银耳滋碎片,锅内放入适量水, 放入雪梨,银耳大火包,包至银耳软后,放入冰糖,转小火慢慢包,将雪梨银耳包烂后,放入山楂山楂熟后放,不然就包烂了,一只中小火包至山楂熟了,糖水粘住就好了,山楂雪梨,银耳糖水放好后晾凉,加入柠檬汁,将玻璃瓶用热水消毒晾干,将糖水装入晾晾,放入冰箱冷藏即可, 糖水罐头制好了,烹饭技巧,山楂容易熟,药后放,银耳无依赖,大火包后转小火要包,糖水要包至粘稠才好吃,冰糖量看个人喜欢加浅,我是做给孩子吃的,所以疼当多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